音樂 本日接受調查來賓有 上集中十位女明星 你來我往唇槍捨三 可得到一件事情啊 就是調查結果是棋子 面子是最重要的 潘惠如說 本集的精彩內容 完整的調查結果即將公布 潘惠如真的跟之前的預測一樣 會是五十位藝人的首選嗎 趕快看下去啦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五十位受訪者 他們覺得最想搭檔的 女主持人當中的第六名 第六名到底會是誰呢 我們看 薛姬 其實我還滿開心的 因為你們剛剛說 就會問到很多男生 我就很怕我是在後面 我們看看選機集 跟不選機集的分別是什麼 空西調查局針對本日主題 特別訪問了多位線上的一線主持人 還有具有多年紅年和外景經驗的藝人們 作為本日調查結果的參考依據 同時去決定 極其在今天這種改決的氣氛之下 獲得第六名 最是輸入錯啦 我最想搭檔的主持人就是 非常具有這個親和力 平穩技能 像林家女孩 和她有雙語能力的 Gigi 最想一起主持的人是Gigi 其實我跟Gigi跟榮家是最熟 然後一定要選一個的話 選Gigi好了 為什麼呢 我有原因 沒辦法選榮家 大家應該知道為什麼 怎麼都是外國人選Gigi 那不選他的人是誰呢 我一直覺得Gigi 他不是地球人 他是外星人 對 然後因為他的邏輯 跟這個地球人 比較不一樣 所以地球很危險 Gigi 你趕快回火星吧 怕跟誰合作的 我覺得是Gigi吧 因為他跟我們比較熟 因為Gigi是台上電台 他跟我們很熟 然後跟他合作 他應該會放很多我們的料理 我比較擔心跟Gigi 我會覺得說 也許我講的 你沒有辦法消化 你講的 我也沒有辦法穿你 怎麼樣 為什麼可以這樣 為什麼沒有跟妳說 我剛剛好像奇怪 誰啊 我剛剛好奇怪 黎智英 誰啊 想說你怎麼去反應跟誰 我有一點同意的 就是吳尊說的 因為 直搭檔很熟 有時候會爆出一些 不該爆的料來 可是不會我跟Nikki更熟耶 就他了解我的好 你說李久哲啊 可是為什麼你贊成票當中 有兩個是外國人啊 就是可能我會講英文吧 就是 但是麻衣什麼時候要主持節目了嗎 就 他連講這的話都講得靈異 因為我對外國的朋友都很好 我覺得麻衣還比阿希說得過幾 但是 但是我 我 我還不能接受是最後那一位 麻衣根本就是說 如果 我 他太乾他說如果 然後 所以 太乾掉了手持後 他有上來 怎麼練很久耶 可是為什麼 我不太懂耶 為什麼 張克帆會覺得妳的邏輯很古怪 因為我沒有大胸部 因為我從小就認識他了 不是 因為張克帆自己的邏輯 就很怪啊 對 對 克帆邏輯有的時候 他的邏輯很怪 你有訪問過張克帆嗎 有啊 就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是有點 接不上話是不是 而且他會一直很不自在就這樣 其實我 對 他會動來動去 對 會耶 然後就其實 不是 這話不是這樣講 就是他本身就是一個外型 而且他很喜歡 就是你問了他一個問題 他說 蛤 蛤 然後就變那個問題的效果 已經沒了 然後就變得是乾淨的變 OK 兩個搭檔的主持人 如果有一個搭檔 一支從頭到尾都沒有開口的話 你會覺得他很不盡責 非常 非常 這裡現場有這樣的人嗎 沒有 可是我也曾經碰過一個 他也是搶話搶到那種 就比如說你在講話 比如說你現在講一段話 好的 今天非常開心 來到康西來了 對啊 好開心喔 然後今天的主題呢 是訪問那十位女藝人的女主持 對 訪問十位喔 對 對 碰到現在關舞台了嗎 對 真的碰過 然後你講什麼他就打什麼 講什麼就打什麼 這樣你喜歡嗎 很煩啊 真的很煩啊 因為有時候觀眾可能會聽不到 你到底在講什麼 然後一直看到你們兩個 一直在搶來搶去 現場有這樣的人嗎 不在現場 可是後來那個人的通告也很少了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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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正可以偷偷跟我講嗎 誰 不行喔 你們用白板作答 好 就是當來賓告訴你一個 千萬不可以告訴別人的秘密 寫在小紙條上面給你看之後 是 節目錄影結束後 你大概會告訴幾個人 會告訴幾個人喔 Oh my God 我們就以五為標準好了 會告訴五個人以內 還是超過五個人 小真說兩 零 我不信 沒有人可能零的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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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跟你 所以你不會跟你姊姊講 媽媽 爸爸 姊姊也是人 你不知道他當人 零不可能 你也誇張了 姊姊會 家人我會 那就是 就是跟演藝圈無關的人我都 那當然 他們都是人 男朋友啊 沒有男朋友 沒有男朋友 五點線以內是指幾個 一個或兩個 就跟好朋友講 如果那時候有男朋友 還會跟男朋友講 就好朋友跟男朋友 對 唯一誠實的是謝忻 寫超過五 就能講幾個就講幾個 可是我會跟他們講說 這件事情 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你千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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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話就到今天結束 不要傳出去 這最愛講這個 我們可能會害林奇葳 又被大家恨耶 為什麼 因為他寫零或者一個 真的 我是八卦絕緣體 我對一些那種雜事沒什麼興趣 真的 雜事 就是人世間的雜事沒什麼興趣 你覺得那些都會雜事是不是 像那個八卦周刊啊 公司會強迫我看 對 那西蒂你覺得 大概合理的女生的範圍是 超過五個還是五個以內 我覺得五個 差不多五個 五個左右 對啦 五個人以內都還算是蠻有功德性的 我上次看到一個統計數字比較有趣 他們說女生被測試過 統計的結果就是 女生能夠保持秘密的時間是七十二小時 七十二小時 三天之內一定會洩露出去 因為你三天之內一定會碰到酒精啊 會這樣講出去啊 而且講出去的時候都會附加句說 你不要告訴別人 對 我們這個話到前面 OK 我們要看第四名了 第四名到底會是誰呢 我們請看 榮佳 榮佳的 很高 不錯 念耶 為什麼 是請罵起枕頭來投票 對 好可怕 有可能耶 我們看看誰投票給劉榮佳 榮佳在怡天夫看好的氣氛之下 泳國第一次名 選他的人有誰呢 所以要選一個的話 欸 劉榮佳 好了榮佳那就 大家那麼熟了嘛對不對 我們之前要拍過二作劇之吻 要演同學 那感覺上應該會滿有默契的 我最想跟那個榮佳一起合作主持 其實我覺得他本身 感覺上其實他接話也滿快的 而且還滿聰明滿靈利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跟他一起搭檔的話 我覺得會有不錯的效果 我應該會選榮佳 因為我覺得榮佳的感覺 其實特別舒服 講話很好聽 然後滿有氣質的 當然有特別的一面之源 是當時我在唱片公司的時候 我擔任著製作部經理 音樂總監的時候 我其實就見過榮佳 所以對他印象很深刻 是一個很舒服的一個女生 講話也好 談吐也好 氣質也特別好 所以我會選擇榮佳 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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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東前的選擇 我覺得是出於熟識啦 對…我們很久以前就認識了 可是我覺得小鐘那票滿值錢的 對 對 我嚇到 我真的嚇到了 因為他算經歷豐富的主持人 他竟然認真的考慮你喔 你有跟他合作過嗎 好像沒有耶 所以我真的傻眼 他是要把你嗎 不是吧 應該是他的類型 應該是喔 是他的菜吧 是他的菜 是吧 那也OK啊 你們真的很羨慕的人好耶 所以小鐘 連一起上綜藝節目都沒有嗎 好像曾經有遇過 但是我一直在放空啊 撐不上是點頭之交 對 然後原為人 剛剛一直稱讚你氣質好耶 還有舒服這件事 就很不可思議 我現在就是非常的高興 會來這一集 因為我剛剛本來覺得 我很後悔接這個通告 小鐘選了榮佳 小班會高興嗎 妳剛剛臉有變耶 小班 我想他眼睛有見識過 最好這個角度可以看到我的臉變 可以啊 而且眼睛還紅紅的 所以小班妳有覺得怎麼會這樣 我眼睛是角膜炎啦 是因為我真的得角膜炎 妳有覺得小鐘應該要選妳嗎 不會啊 因為我覺得 他真的會是小鐘哥喜歡的心 何必講這種氣話 因為小鐘哥喜歡那種 女生相處起來很舒服的 這是他唯一跟我開過的 所以妳不舒服嗎 就聽過我 我聽過他開過的條件 那他怎麼會跟你出去吃飯 因為我也讓他就是會 很開心 很舒服 因為妳不是舒服內掛的耶 是啦 就是也是就是很自在的那種啊 就想幹嘛就幹嘛那種 隨和吧 個性很好那種 就是很隨和的那種 那怎麼不選妳 我可能太大隻了吧 還是妳拒絕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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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根本連問都沒有問過什麼 真的 所以如果 妳拒絕過我問題嗎 分手之後 因為林奇惟想要顯示她 對班外有一點興趣 她是要 怎麼會有興趣 可是小爸如果分手之後 一起主持會尷尬嗎 分手 我們沒有交往過啦 欸 圈叉題 是 分手情侶如果 製作人邀請妳們一起主持 圈或叉請回答 圈 只有三個誠實的 人文家不行 謝忻不行 小爸不行 我寫錯啦 我寫錯啦 妳寫錯啊 圈叉有什麼好寫錯的 這是不行的 不行寫圈嗎 不行寫對嗎 誰教妳不行寫圈 不行寫對嗎 不行寫對嗎 不行寫插啦 不行寫 所以菁菁妳覺得OK喔 我覺得OK啊 就是如果分手狀況是很和平 是公開的嗎 對 是大家都不知道 幹嘛跟錢過不去 對啊 對啊 我OK耶 而且人要很超然 就是那一切都讓她過去 一切都會過去的 妳在哪裡 人世間 她綁得更有錢 店長家絕對不可能 跟黃麗成一起主持是不是 其實最近有人問耶 然後但是我真的覺得就是 大家看到應該會覺得 有一點怪 劉榮佳不是接受黃麗成邀請 去當SPA的老闆 對啊 我真的不是長期的主持啊 那是SPA的管理者啊 沒有我真的不是管理者 妳不是顧問 類似顧問 然後但是當時是其實 之前就答應她另外一個 投資的朋友 所以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做到 她真的是要把妳追回去嗎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所以她沒有機會了是不是 就目前 她現在提到妳還是叫寶貝耶 沒有 她就是 可能每一個女生 對啊 她講的 朋友她就是一個口頭 她叫妳也叫寶貝嗎 就是可能 叫女生 她叫我兄弟 就是她叫女生 她都會疼女生 然後就會說 欸 寶貝什麼什麼什麼 叫其實應該就是 沒有 為什麼今天沒有人訪問陳漢典 你也是主持人 沒有 我 寶貝 這講起來好笑 我只是助理而已啦 沒關係啊 你也有你的內心世界吧 你說這個要選的話 你不算助理院 你也有自己的節目了 寶貝 寶貝 謝謝 你投啊 來 投過來 投過來 沒有 先等一下 要選就是 沒有 我很好奇你的選擇 你最理想的搭檔 最理想的搭檔應該是 魚愛 蝴蝶啦 對 對 因為你們正在搭檔 這個答案不算 不是 因為我覺得蝴蝶 她的感覺就是 你不管男生 女生 或是小朋友 大朋友 都會很喜歡她 跟她在一起 小心比較很高 要上去 比較會讓你覺得 有點擔心的搭檔 小喬 應該是小喬 怎麼會 小喬給我的感覺就是 比較演員嘛 的一種感覺 會印象比較深一點 怎麼會 是演員的 所以你覺得她不好笑是不是 小喬有在主持節目耶 感覺啦 因為對她的印象就是 比較演員比較 接不上妳的笑點嗎 比較難去想像說 她是主持人 這樣的一個感覺 我也很難想像妳是主持人 所以我說助理 謝謝妳怎麼講話 所以我說助理 所以妳覺得妳講一個笑話之後 這十位女生 誰會笑得最大聲 蝴蝶 對 蝴蝶 可能是慧如姐吧 蝴蝶 應該會 妳可以講一個 不要帶有任何色情的故事嗎 講得好像我很色一樣 其實不會 好 我可以講 妳講一個 我看他們十個人誰笑得最好 不要是讀者文哉的拜託 不是啦 有兩隻這個 新婚的 老鼠嗎 不是啦 兩隻新婚的青蛙 有沒有 很開心的 就結婚了嘛 結婚之後呢 就懷孕了 就那個 青蛙太太就生下一個小孩 就沒想要生出一個賴蛤蟆 那個先生很生氣啊 就打那個太太一巴掌 你這個 你現在在外面給我偷人 結果那個老婆 青蛙太太就很難過這樣 不是 老公 其實我忘記跟妳講 我跟妳結婚前 曾經整過容 小巴模仿CD 小胖老師意外中間 我跟妳跳著啊 對 妳們的那個範圍好廣喔 會不會又是阿喜大哥啊 好 我們放一下 小巴那時候 這個模仿這個S 實在模仿得太像了 小巴 妳怎麼會模仿得這麼像啊 所以她 因為模仿得太像了 像到我有點討厭妳 這原位的人說 他模仿我很像 他就整個三八 所以他就是我本人 你三八八 你才肥咧 跳吧 可是齊薇如果講這個 會好笑嗎 齊薇說不出來 她說不出來這個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 我聽過太多次了 我有一個啦 我聽過太多次了 林基威妳還要挑戰喔 我挑戰 我挑戰 真的嗎 給她一個機會啦 OK 一個老先生 跟一個老太太 那個老先生 懷疑那個太太耳聾了 所以他要測看看 那個太太是不是 就是能聽的距離有多遠 所以呢 譬如說老先生 站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說 跟那個太太說 等一下呢 我喊說 你聽到了沒 你就要喊說 我聽到了 OK 所以老先生就站在這邊 然後那個老太太 他就把他放到最對面 然後說 你聽到了沒 沒聽到聲音 然後呢 老先生就往中間移 然後就說 你聽到了沒 糟了 又沒回應 我老婆肯定是聾了 於是呢 他就跑到很近 大概這個距離 我說 你聽到了沒 然後那個太太轉過來 就說 我已經跟你講說 我聽到三次了 所以說 所以說 所以說他老公沒 是他先生是聾了 好哀傷喔 所以想怎麼會老人健康的 話題很好 沒有 我覺得這時候 他比較進步啊 對啊 我盡力了 我 我現在有點 我現在有點感覺是 齊薇不適合講笑話 對 齊薇如果分享時髦資訊 應該是不錯吧 真的嗎 藝文資訊 應該是比較適合 我還有耶 還有 先不要 先不要 好 我們要為大家揭曉的是 50位有主持經驗的明星 他們選出來最理想的 大大人選的第七名 第七名 到底會是誰呢 我相信現在大家應該會很緊張 小胖 對啊 偏厚耶 偏厚 偏厚 應該的啊 真的 你是不是以為你在前三名 沒有沒有沒有怎麼會怎麼會不會不會不會 偏厚 不是先後 有失望吧 你是不是覺得你輸給劉榮佳很古怪 不會啊不會啊 真的不會啦 你幹嘛哭啊 真的不會 但好想聽那個 這個評語喔 為什麼 你說 你輸給劉榮佳跟Gigi耶 他們都是真的是前輩耶 劉榮佳也是前輩耶 真的 我就說就是智力來講 我覺得我智力真的還太淺 投給你票的人會是誰 你們的那個範圍好廣喔 會不會又是阿希大哥啊 有一個大前輩喔 大前輩 幾乎是娛樂史的開端那邊的人 誰啊 娛樂史開端 小燕姐嗎 好 我們放一下 小八指獲得第七名 先來看看選她的藝人哪些囉 在這裡頭我最想合作的呢 就是小八 為什麼呢 因為小八也小小 小八就是那種 你叫她往前衝 她就往前衝 你叫她往下跳就往下跳 你遇到恐怖的東西 叫她先吃她就先吃 所以等她吃了之後 往下跳之後 往前衝之後沒事 你這樣往前 就都沒有問題 因為小八其實很有那個 小S的味道 那本身又聰明 反應又快 又不怕走諧星路線 其實她的內外的間鞠 那我個人也是屬於內外間鞠 所以我們搭檔是最深的 那不願意跟她合作主持的人 原因又是什麼呢 那最不想的呢 我想應該是小八吧 因為我覺得小八 是比較稍微刮叨一點 那如果跟她一起搭檔主持的話 我會一直聽到 不停地有雜音 我來講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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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影響到我們主持人 一個親密 小八那時候這個模仿這個 實在模仿得太像了 小八 你怎麼會模仿得這麼像呢 所以她 因為模仿得太像了 像到我有點討厭你 我們是 我們是逼瘋的孫逢 就會把原位人逼瘋 對啊 而且原位人 怎麼模仿我很像 他說怎麼那麼三八 所以他就說我本人很三八八 好 我講的娛樂史開段人物是包圍你先生 很棒耶 真的很開心 她竟然注意到你 對啊 為什麼 妳有跟她合作過嗎 還是 沒有耶 她有去上過你們的那個節目嗎 美食的 沒有 然後好像反對妳的人 比較多人是誰名嘲 因為真的都私下跟我聊天的人 好 看看誰排在小八的後面 是的 我們看一下 小八後面就是第八名 我們看一下第八名是誰呢 誰呢 欸 宗欣怡 然後小八我真的陪你吵喔 真的 真的 中欣怡不要難過 還是有一個大哥投給你贊成票 真的嗎 發給你看 好 威寶妹得到第八名 後段班的朋友們要加油啦 先來看看不學日的原因吧 中欣怡可能大家對她 在組織上比較 可能她不是那麼熟悉 所以跟她搭檔的意願 就比較低 別雙欣雖然值得第八名 但是還是有人選你的 我最想跟誰合作 我想應該是中欣怡吧 因為中欣怡 第一個她不是 她不會靠我 還有呢 就是中欣怡她其實反應很快 然後再來呢 她講話還蠻 蠻有條理的 那因為我講話有時候會跳躍心 或有一些無厘頭會 我會胡鬧 她可以把我感覺抓回來一點 你看看我 而且她個子呢 小小的啊 而且很可愛啊 對不對 最重要是她 人家有那種 腦子有智慧的方案 謝謝張哥 這是張姐姐 她喝醉的吧 這一段還蠻值錢的啊 這也算是變相的表白吧 我覺得是個人區域表白吧 對 我覺得是個人區域表白吧 對 她的腳都是只有我條件 對啊 很可愛 真的很前輩啦 真的要聽她講 所以你們十位現在心裡 是真的有在緊張嗎 很緊張 還沒有出來的就很緊張 我覺得還沒看到 沒有出來的比較緊張 沒有出來的比較緊張 出來玩的還是在挖 還是很緊張 不過我真的報定我是第十名 所以應該也不會太訝異或者 不一定搞不好 裝蒂會會投妳啊 念念在那個人裝蒂之前 搞不好 齊薇覺得自己會在後面 我覺得是 那潘赫如反正覺得自己已經在前面嘛 對不對 沒有沒有 潘赫如是不是覺得自己是第一啊 我覺得她覺得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這樣的想法 那妳覺得誰是第一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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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針 把小針出來 對潘赫如妳覺得妳會輸給蝴蝶 妳是第二嗎 那妳覺得誰最後 好그래 潘赫如妳覺得妳自己第二對不對 沒有 哪有 剛說蝴蝶第一 妳第二 其實如果剩一二三跟九十 我就只覺得不是上就是下 可是我沒有想自己 我沒有想自己 可是我真的沒有想自己在第幾名 好 如果潘惠如有可能在第二的話 我們就看第二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到底會不會是潘惠如呢 小喬如 小喬如 喂 小喬如 怎麼會說 哇塞 所以潘惠如跟你想的不一樣 小喬如 沒有想第二啦 但是因為我排名小喬也在我第一名 妳現在心裡是不是想說我就是第一 沒有啦 原話 我真的沒有這樣講 可是如果妳輸給小喬的話 妳可以接受嗎 OK啊 妳演藝圈歷練那麼多年耶 沒有啦 因為她很敢就是講大哥 直接吐槽大哥 而且她的價碼又比妳低吧 不是啦 我投票 小喬妳到底是怎麼敢吐槽大哥 我要講一個他的故事 那時候就是跟乃哥主持的時候 他只是來賓還不是主持人的時候 然後因為那一陣子乃哥就是臉比較硬 對 不是 我要強調的是說 那時候我們是來賓 對 她是來賓 但她第四集來錄的時候 而且是在開場開錄訪問她的時候 她就對乃哥講說 妳今天臉怎麼那麼僵硬 很怪耶 她是直接就這樣 對 那乃哥有覺得很開心嗎 乃哥會自嘲啊 但是她說真的嗎 你們今天都這樣覺得嗎 然後我記得那一天 然後記得 然後後來她就一直Cue導播說 妳可以再拍近一點 然後特寫 然後她就大笑 然後真的 就不走這樣 小喬妳怎麼知道 前輩願意被講 說不定她不想要被人家拆穿呢 但是我真的就是看到她臉很僵硬 我沒辦法不問她 就是她的個性 而且我看到她的臉 我就直接笑出來 我沒辦法忍 其實乃哥自己蠻愛講的 只是剛剛我有可能遇到乃哥 他是他願意 這種是恐怕是當事人 自己先願意講了才能講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風險 就是我不知道我今天遇到了 他會不會 他意思是說 他覺得長青樹太老派 而且長青樹現在家裡 看那個節目就會想說 想當初他只是來賓 還不是主持 沒有 欸 我在演藝圈的兩個朋友 只有他跟馬國賢 沒禮貌嘛對不對 你剛剛職工他沒禮貌 你職工他他還保守嘛對不對 OK啦 隨便啦 欸 小喬 同理贊成他的人非常多 可能會出乎你的預料 我們來看 哇塞 趙小喬得到第二名啊 我等不及想要看看 到底是誰選他 我最希望的搭檔是小喬 是趙小喬 我心目中最想要跟這個女藝人合作的是小喬 覺得他蠻活潑 那他會一直保留空間給對手 然後可以很自然的搭在一起 這應該是蠻愉快的事情 之前跟他合作過兩個節目 所以這一路走來我覺得 趙小喬她的個性 是很多女主持人裡面來講 也比較特別的 跟我的個性就是比較像嘛 就是想說也沒有什麼野心啊 或者是沒什麼那種 企圖心啊 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跟他合作 應該是蠻開心的 好可惜喔 我都快哭了 阿希又出現了 阿希又出現了 而且她竟然跟我講說什麼 而且她講專業 她講什麼願意把什麼表演空間 沒有跟阿希合作過喔 沒有 她有來上過至尊而已 她怎麼會在雲雲眾生中注意到妳啊 對 我不知道耶 而且那個她上節目 她上節目我還笑她是結巴達人 真的 她那天上節目因為她講話 所以是前輩們其實很喜歡 小女生吐他們草是不是 是嗎 不是吧 可是有些大哥不是也是會不開心嗎 我不知道 潘慧如看到往日搭檔 徐乃玲投給了趙老師 對 可是因為其實以前 我們一起合作的時候 乃哥就說她的個性很特別 因為她不怕 可是如果蔡高雄 明明現在跟我搭檔 然後她說她覺得 最好的搭檔是林志玲 這個不就是會讓我覺得很難堪嗎 那是因為你們現在還在搭檔 那我現在沒有跟乃哥啦 所以妳在跟說乃哥 因為現在跟她 所以她一定要講她 對啊 像她也沒有說 我到底該說什麼 所以小喬接這個位置 可能就是乃哥指定的 有可能 真的假的 就因為你說她臉僵 所以妳下一個 妳下禮拜就會接到阿希大哥的要求 她有幾次接嗎 她有幾次嗎 對 誰講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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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好話說不出 潘慧如慘遭重傷 潘慧如 節目被晚輩這個奪走 會這樣子 你沒有說實在的 我仔細很喜歡看 好 妳講不出來耶 真的不要不要 妳講不出個套嗎 妳不要再逼她了 只是在做燒魔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好緊張喔 九嗎 第三嗎 謝忻妳覺得 謝忻妳覺得妳在前面還是後面 是 我覺得我應該九 九或十吧 九或十 對 不會啊 妳不要擔心十是我 我沒有擔心 我也覺得十四年 謝忻妳 這十個女主人 你們算資歷比較深的吧 因為妳是在一個大節目裡面 對 所以妳如果調到九或十 妳會甘心喔 可是其實很多主持人 都不想跟我合作 像乃哥也是常常在罵我啊 然後晨晨哥也是啊 都覺得我太吵 OK 我覺得有可能九或十啦 是 但是有出現奇味這批黑馬 就不一定 先看三好了啦 壓力好 我接受我接受 妳說要先看三嗎 先看三 先不要把我後面 先看三 先看一 先看三 妳們是不是 妳們是不是覺得三 可能是 我覺得是蝴蝶吧 我覺得不是蝴蝶就是 慧如 常清楚 慧如應該是一 慧如應該是一 同時好了 一跟三一起 好刺激喔 好刺激喔 一跟三一起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會是誰 誰 我 GO 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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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們是 我也選她 我吃說真的 是 是 我把這個放第四 慧如 慧如 被晚輩一個個奪走 會甘心嗎 也沒有一個個啊 可是因為我出道也比較晚啊 而且我 對啊 沒關係 妳甘心嗎 現在這一刻 可是我真的說實在的 我自己很喜歡看蝴蝶 就是我看到她我就很開心 看什麼東西 不管就是如果上節目碰到她 或是她主持的節目 我們像百分百她大半是我都愛看 所以沒有愛看趙喬喬 對 喬喬就麻將啊 我其實 其實 我很少看耶 夠少看 唉唷 這個 但我還是有看啊 像我今天碰到她 我就跟她講 就是她的妝傷沒有改變 蝴蝶都沒有禮上往來耶 她沒有想看 潘慧如在什麼 她不會打麻將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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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她 我喜歡她 可是我沒有看她節目是真的啦 那妳喜歡她什麼 喜歡她 她出唱片嗎 不是啊 她人很好啊 嗯 人很好 這什麼爛打 人很好 過人處事嘛 她長得很漂亮啊 又 就是 妳講不出來耶 真的漂亮 妳講不出客套嗎 沒有啊 而且她也會演戲啊 也會主持啊 什麼戲 她有演麻辣鮮詩啊 那好久以前了 哇 太久以前了 妳不要再講 妳不要再講 那個 那個 長青樹剛剛都倒了 那個又在重播 這代表很好看 很多人在看耶 妳們不要再 逼她了耶 只是在揍傷我 她又演得好美 就演出來了 對對對 對啊 她有啊 妳也有對不對 我也有啊 所以妳怎麼顫抖 蝴蝶第一名耶 對啊 怎麼會 可是為什麼 阿希大哥不選我啊 妳在乎阿希那一票 我很在乎他耶 我覺得他很好 妳跟他很熟嗎 我沒有碰過他 可是我覺得他很可愛 所以這個 妳的夢幻搭檔是阿希是不是 不是 妳都已經第一名了 妳還要把我那唯一 願意的人搶走 妳這什麼心態 妳就是恨不得非 她在拒絕阿希嗎 好啦 潘惠如 我們看看很多人投妳 贊成票 真的嗎 潘惠如 以妳的演藝資歷 妳沒有得到第一名 其實也算是個輸家 潘惠如 我最願意跟 潘惠如 我想應該就是 潘惠如 因為他自己本身具備 多年的主持的工藝 而且他的樣子呢 感覺上 比較像人家的小女生 比較能夠吸引一些 呃 比較 一些 相同的那種感覺 發出來那種親切感 我覺得跟我的 調性有一點雷同 因為潘惠如 就是非常性感 然後想要看他就是 性感之餘呢 跟美麗的智慧兼具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表現 對 所以 為什麼妳們會有一個 大車隊的司機 對 潘惠如 潘惠如 為什麼要訪問路人 我們在這有黎智英了耶 這有一個廣告 我覺得葉亞倫的好 好驚訝 飛輪海的演藝 真的是飛輪海的 我很驚訝 而且我很開心 就是有一個年齡層 比較低的人願意宣摩 她是看麻辣鮮是長大的吧 沒有 沒有 你們也要封過她耶 可是有一票很值錢啊 那個迪音 對 因為迪音說話還蠻精神的耶 迪音我們都很害怕的人 她竟然就是選妳當搭檔 對 因為迪音姐 以前也有來上過麻將節目這樣子 但其實我就是對她非常的尊敬 原則上就盡量 沒有忤逆她就對了 不敢 好恐怖喔 剛才票數當中妳最高興的是迪音嗎 對 還有那個顏雅倫 顏雅倫耶 她是性感 然後什麼沒力氣的 對 就是年齡層 有比較低的人也喜歡我 是 所以現在最後一名只剩下謝忻跟 我還沒看蝴蝶的 蝴蝶姐 然後一起主持合作啊 應該會有不同的火花出來 我覺得蝴蝶非常的可愛 然後 她的 就是每次錄影的時候 感覺都非常的純真 這點跟我呢 是個謀而合的 所以我會選蝴蝶 哇 太深了 要不要看誰 妳真嗎 還有陳毅如 還有Selena 妳贏了喔 開心喔 說一下 妳的票又多 然後值又好耶 對啊 謝謝大家 演藝圈很溫暖耶 別人覺得很寒冷之靈 對啊 妳贏的也太徹底了吧 妳不只不好速度 人也是高級的耶 蝴蝶好傻好天真 一句話逗樂全場 妳有在播過真的跟妳成作歌的感受嗎 沒有想過耶 妳好像說我 我們現在來看 當然是 蝴蝶是很可愛 然後真的 就是跟我的觀眾朋友不同 可是她 她在我節目好常常放空喔 為什麼不接康詠哥的放 什麼時候要接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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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可是妳有在乎過 真的跟妳合作的人的感受嗎 沒有想過耶 比方說我 對對對 康詠哥我們有合作過 妳跟他合作怎麼樣順利嗎 好 我們現在來看那個 但是 她現在有無君跟捨立 她哪會把我放在眼裡 沒有 如果不要管我們兩個彼此 妳對面選得出來一個 妳接下來最想搭檔的人 這票很重要 這票很重要 真的好奇怪喔 對啊 因為多少女人想跟你搭檔 妳這樣比我的話 我們兩個都要搭喔 喔 可是我覺得跟你搭檔比較是 不管 妳比我我們兩個都得要回答 而且我們不可以問下一題 就是我們最不想搭檔的人是誰 好不好 我們是主持人不能搭這一題 我要想一下喔 最想搭檔的是 最願意啦 最願意搭檔 好 我喊一二三 我喊一二三 我們兩個再想搭檔 等一下我再想一下 好期待喔 好恐怖喔 一二三 激進 潘慧如 快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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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慧如錯了 我懂耶 她太開心了吧 因為康永哥比較陰柔 你要給她一點Man的感覺 對 OK… 妳選她們要幹嘛 因為我覺得還滿開得起玩笑的 對 不要這樣啊 可以被你們選到 很開心耶 然後 這樣你會開心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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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算是同人喜歡 因為幾集來過 我從當主持人開始 幾集就會上我節目 然後她每次來都讓我 稍微鬆一口氣 就是我丟給她什麼 她都接得住 接住 所以 謝謝 其實我上第一個節目 是康永哥的節目 對啊 那 蝴蝶是很可愛 然後真的 就是跟我的觀眾群不同 可是她 她在我的節目好常常放空喔 今天有嗎 今天有嗎 為什麼不接康永哥的話 什麼時候要接 現在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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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後 20年後 我來要開 我今天沒有辦法 等我在老人院的時候 妳再接好了 妳開車來接我吧 我們還剩下兩個人 好 所以 謝忻 妳是認為妳久 然後 那個 另外一位死嗎 應該是 所以妳絕對不會輸給她對不對 我覺得危險啦 但是我應該會稍微贏一點點 如果輸給她的話 我會很難過 真的喔 幹嘛這樣 妳請問有沒有一點把握會 謝忻啊 沒有 我就鐵定我是10啦 真的喔 我覺得啦 如果真的是10的話 妳也就甘心接受嗎 我覺得 我就抱著最後一名的心情來的 所以不會有太多意外或者 或者什麼感傷不會 剛剛的 所揭曉的各的主持人當中 有妳羨慕的說 那個人竟然把票投給了別人嗎 阿希哥 沒有啦 為什麼大家都要跟我搶 我覺得就是 可能合作過的對象 我就會納悶 就是 裡面有誰是妳合作過的 乃哥 康哥 乃哥都合作過 當初合作的時候出了什麼問題 就 對 妳不用難過啊 乃哥也沒選我 沒有啦 我跟她合作三年來的 也是啦 許乃琳也好為難喔 就是 因為她合作過那麼多人 她只有一票啊 對啊 但因為這個是現任誰 他第一選現在 還沒有揭曉的就是 謝忻和林奇葳了 然後他們認為 如果謝忻是第10的話 她會很難接受這個狀況 是 而奇葳是抱著第10名的心情來的 對 我們訪問的50位 有主持經驗的明星當中認為 最理想的大黨人選的 排名最後的兩位 誰會是第10名呢 請為我們揭曉吧 好 最殘酷的時刻到了第10名 到底會是誰呢 排名最後的兩位 誰會是第10名呢 請為我們揭曉吧 好 最殘酷的時刻到了第10名 到底會是誰呢 請為我們揭曉 謝謝你第10名 謝謝 加油比較高興嗎 其實也是一樣難過啦 因為我不知道哪去 真的齁 所以妳本來有期望比9高一點嗎 其實我大概知道會在滿後面 因為常常剛剛影片上那些 就是訪問過的 就是他們都常常在罵我 就開玩笑啦 就是常常在這樣子唸我 前面八個當中妳覺得 還在誰後面妳感到很意外 榮家吧 對啦 榮家是個 因為就是會覺得比較陌生一點 對 對 不過有些大哥偏好新鮮的人 對 大概是這樣 我們看看誰把票投給了謝忻 第9名沒什麼不好 其實還有很多寄付的空間嘛 先提提看不選妳的原因 不想的應該會是謝忻吧 因為他模仿我嘛 模仿得很像 所以如果在同一個節目的話 有兩個聲音拿 我覺得我一定要無法招架 一個聲音拿就夠了 我最怕碰到的主持人應該是 謝忻 黃老師的頭他都敢打了 你說這樣子的人 我能跟他合作嗎 最不想要搭檔的人選 我覺得是謝忻 為什麼是謝忻呢 他連黃國倫老師 都敢用餅乾蓋 卡他的頭 如果我跟他合作的話 他不是要讓我胸口最大邪嗎 所以我最不想合作的人選 就是謝忻 問短的演藝圈 我想還是有人選妳的吧 請看 我最想跟謝忻一起主持 因為謝忻呢 他畢竟是老師 然後他的學士淵博 那基本上他可以 可以彌補我 過得不足 所以我覺得 跟他一起主持的話 我應該會學到很多 也會滿開心的 謝謝 艾白雲哥 黃國倫跟那個 梁赫群那隊搭檔很過分耶 因為你就饒過了 梁赫群沒打他頭 結果他還是投你反對票 對 他不知道珍惜 真的 下次會好好把握 然後Celina好像沒有很高興 妳模仿他 可能他有把他學醜吧 因為女明星有喜歡別人模仿你們嗎 我覺得還不錯啊 讓觀眾加深印象 妳說那個人模仿妳 妳會很開心喔 就是代表妳有被注意到 那個人模仿妳高興 可是妳早就被注意到啦 那個人模仿妳高興 巧面畫啦 妳有喜歡跟他出那同一個節目嗎 我不介意 就如果有代言機會 人家說我們要兩個小孩子 然後找到他 來跟你站在同一個台上 因為他也不會壓過我啊 這個信心是不是有問題 對 齊薇啊要看嗎 我們不要看好不好 OK啊 我覺得無所謂 妳不要跟我來內崩那一種喔 真的 我無所謂 妳知道有多少人投反對票嗎 蛤 蛤 不會訪問了一百個吧 沒有啊 你們覺得要看嗎 還是就算了 算了 沒有 可是我覺得天天看 如果他們的建議 我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就是一切都過去 然後現在可以重新開始嗎 S妳笑得很張耶 沒有 可是我覺得齊薇比謝忻好 至少她是在主持時尚方面 應該會比謝忻有說服力吧 所以她有一塊是 齊薇的部分全部是反對票 蛤 可能她適合一個人主持啊 妳怎麼會這樣啊 對 搞不好適合一個人 全部是反對票還要看嗎 沒有贊成票耶 我覺得如果觀眾想看 還有大家想看 我都可以看啊 看完大家不要沉默太久了 太久了 我們會歡樂 就歡樂的唱一首歌什麼 就是說這個草草 就有點落進去 耶 草草的意思都說出來 我們看一下齊薇的得票 話不多說 趕快來看看 電影人們對妳主持功力的看法 希望可以從中 得到一些感興的方法 我覺得應該是林齊薇吧 我這不可以怎麼說 可能齊薇吧 我想應該還是那個 很可愛的女孩叫林齊薇吧 應該是林齊薇 呃 林齊薇的表現方式 除了主播 這種美麗主播的形象之外 我不知道 不了 這也是我不瞭解的 這樣不了解 我就會覺得挑戰性很大 她是一個 妳說陳夢柔 她會打到火車頭去 然後呢 就是呢 跟你有時候講的話會不著邊際 搭不上你的話 所以事實上來講 這是一個我們在組織上來講 往往會碰到的一種尷尬 或者是有時候是 不要再重啟無照 重揭話題 我跟她合作過的時候 她腦子都在想什麼 就是常常我們這個這個 以前我們跟瓜哥啊 跟她一起主持節目的時候 常常我們已經進行到 某一個 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她不知道只能跑到來去 她會不會飛走 其實也沒有什麼 你自己一個人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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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兩個很沈默啊 不要哭 真的嗎 所以剛才講了妳覺得 聽得懂的是 聽得懂的啊 她說妳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對 因為我常常 的確有魂飛魄散的情況 因為之前我來錄康熙的時候 我也曾經說 就是有時候 譬如說看完歌跟小孩子在聊啊 或是跟那個來賓在互動 那我好像神遊 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然後自己又會再飄回來這樣子 不過剛剛很古怪的事情 是鄭國城用很凝重的一次講 都是要把我們興奮就帶背包 而且拍鄭國城也不打燈 看起來更可怕 這樣為什麼 因為誠哥他可能也是水瓶座 水瓶座就是 很認真 很跳脫 很脫緒 所以就比較 他就是邊講話的時候 腦子可能已經 對 已經在想別的 那我可以講我笑話了嗎 不用 沒關係 可是萬一妳講完之後 又再更 這個保證精采 保證精采 保證精采 我們會不會是笑中帶類的 那如果就是 雙掌也很好啊 今天辛苦大家 希望大家演藝最大順利 謝謝 謝謝